施高沙省兩年前特大槍擊案的公眾言訊 今個星期進入小組討論 以了解更多前線人員事發時的應對情況 提出改善的建議 新聞報導 施高沙省2020年4月造成22人喪生的特大槍擊案公眾言訊 星期一展開小組討論 多個當日有份參與行動的救護人員 分享應對情況和感受 其中這個女護士引述有目的 與港蜀當日的遭遇 以及居所起火的過程 形容聽到後心情受挫 並批評對當日王家騎警實際在追捕著槍手一無所知 事後的支援亦甚少 另一方面 在週末前的言訊 探討執法部門所使用的數碼無線電系統 發現前線警員根本無法使用有關系統通訊 有警員早前作工說 聯絡了8次指揮官都未能溝通就自行 決定開槍負責保養系統的貝爾通訊承認 當日的流量是普通周末的三倍 強調只是同一時間太多人使用而 導致線路繁忙造成通訊擠塞的情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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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